《立正普選》 不要再膽 不要以浪同行 還我民主精神 梁振英在中聯辦逗留一個小時 他離開時,與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握手 再與副主任李剛握手 兩個人都面帶笑容 曾經撰寫文章 建議中央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團隊的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 也在門外送別梁振英 梁振英隨即返回後任特首辦公室 CV,你去中聯辦談什麼? 是否去借票? 是否當選了就不回答記者提問? 1號候選人梁振英先生 所得票數為689票 所以我現在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28條宣布梁振英當選 即我們對她的害怕 第一,我高度懷疑她是一個共產黨員 地下共產黨員 這類被司長的職位一定是由共產黨員來當的 即是說,毛坤年就一定是地下黨員 那梁振英接替她,一定都是 所以這個推算不會有錯 共產黨被統治 那時候我家裡什麼都有,清茶淡飯 但是我來了之後我什麼都沒有 我是要走難來香港 所以我經過六四之後我更加害怕 我猜不到六四會這樣走回共產黨的那條路 但是堂堂在辯論大會上面爆了兩件事 一件就是商台的續牌 當年政府續商業電台的牌的時候 你提出一個縮短商台的牌 照時間用行政手段去打擊言論自由 這種手法是很可怕的 你叫香港人怎麼會相信你呢? 我相信你是看報紙 不是看行政會議開會紀錄 你不要騙人 當時是一個高層會議 我在場,有很多其他人在場 我多給你一次機會 你有沒有說過 我在行政會議裡面說的 所有的東西全部是有紀錄的 就是你有說過 一件就是23條通過之前 討論應否硬推23條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過 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部隊和催淚彈 來對付示威人士 有還是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過 你騙人 不要說謊 請你提供討實 請你提供討實 這個是我的主場 我是在場 有很多人的耳朵都聽到 我給你一次機會 有還是沒有? 你是捏造的 這些東西是很不香港的 是很共產黨的 共產黨才會想到用催淚彈 或者應該這樣說 是一些很冷血的人才會想到這些東西 是沒有人性的 你不怕嗎? 我當然怕 香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言論自由 這個人令我們和大陸不同 大陸現在很多地方可能發達過我們 有錢過我們 但是我們和他們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還有很基本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集會的自由 政治的自由 這些我們雖然沒有民主 但是如果梁振英 你想想她是這樣的心態的人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 我們還有說話的餘地呢? 所以我就是對 梁振英一千萬個不放心 一千萬個害怕 我相信是有很重要的原因是這樣 我剛才已經向選舉事務處 遞交了我的提名表格 正式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 我自己想就是 最開始的時候 肯定整個遊戲 其實是唐英賢 應該以為自己是被陰點那個 我相信北京給她的訊息 或者至少是某個派系給她的訊息 就是現在應該都是這個江澤民 所以她以為自己坐定粒鹿的時候 她整個選舉工程 其實不是在準備選舉 就是應對那個分外情的危機 發生這個潛建風波之後 你看她那個應對 就是處理危機的能力 和梁振英比較是差天共地 建造地牢是我太太的主意 我知道這個是違規的建築 但是當時我們處於 婚姻和感情的低潮 溝通上是出現問題 相反梁振英其實整個過程裡 她可能 阿爺未必對她有任何的暗示 但只是叫你們盡力做 盡力拿到民望 所以你看到她很勤力落區 很勤力去見傳媒 到她獲得民望的支持之後 就拿了提名 她說自己是踏石仔 一顆一顆的踏回來 確實可能初期是 但當阿爺出手的時候 當阿爺有決定 是想她都參與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形勢已經開始 有少少微妙的變化 聽到北京的消息 都是說梁振英是一個重要的富豪 是和共青團系統的關係很好 所以我相信都有這些原因 胡錦濤最後 可能因為她要和江澤民鬥 因為她內部自己的問題也好 要出手也選擇一個人 總之不是阿江的人就可以了 那時候其實那個形勢已經開始逆轉 譬如中聯辦幫忙暗地裡 那時候還是暗地裡 但是暗地裡拉票不成功之後 是明都來 即是中央政府透過香港的辦事處 即是中聯辦出手 我就覺得現在是有這樣的所謂收到 他的信息是支持梁振英的 所以我說到今時今日 我就認為 如果和你賭餐、飯、喝茶的話 我就會買梁振英的東西了 這次就是她公然是自己破壞 自己訂立的規矩 將一些她原本可以暗地裡 去做那些骯髒的事情 現在要擺在桌面 因為她自己鬼打鬼 她自己一直都沒有一個決定 到有決定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去推翻江澤民的選擇 就是唐英年 只能夠用最滑達的那些 香港一定能夠選出一個 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 民意只是一個 我經常都說是一個藉口 如果真的這麼尊重民意 這麼重視民望 為什麼不直選 很簡單 這個正正原因就是 是一個業工號龍式的所謂民意 當她有需要的時候 就拿民意來做她的工具 不行的時候 就用其他東西做她的工具 整件事裡面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學巧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觀察一個人 當然要聽其言 要觀其行 這些我覺得 是一直大家會忽視的 只是說 是喔她說得很好聽 你看到她又民主又自由又法治 又人權又雙普選 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 她很多事其實是停留了口 甚至口都沒有停留到 而我們是忽略了她沒有說過這些 其實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習慧自由 其實是很脆弱的 即是如果你不敏感的話 她可以慢慢去蠶食你 即是溫水煮蛙 其實已經差不多吃得了 現在她 只不過她差臨門一腳 如果我們部分人 還有一點反抗的意識 令到更多人 叫醒更多人的話 我覺得香港 會很快 跟中國的其中一個省 市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有警覺性在裡面 是在這邊 您因為有些宿舍 在這邊 有很多人 沒有請問 並不然 是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怎麼會 要這樣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